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巴 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派007的动态试驾 那首先要说两点 第一个是我本身身体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差不多聂红颜家感冒已经差不多耗费了不少心力 这辆车我们并不能说做得非常的详尽 因为昨天我开了一天我也状态不是特别好 并没有开得特别的激进 说一下这个车的来源 这个车是东风E派007的顶配版本 也就是四驱版本 然后这辆车的来源是我们问B站的汽车区借的 那这车型我们是上周五拿到 然后现在是周一 然后明天就要去还了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也就四天时间 相比于我们之前自己买的车 详实度跟感受度可能会相对低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 自己买车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包括这辆车的车况 我们也不能保证是不是跟大家的一样 因为它是一辆媒体试驾车 然后我们拿到的时候 车整体状况还可以 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的服务价值是不能用的 因为是媒体试驾车 它不是个完整版的量产版车型 这也要话说在前头 然后我们现在切第一视角 来聊一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感受 这样一排007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最关心的车型 也是我最关心的 因为它的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拿到版本也是他们的顶配版本 四驱版 然后带尾翼的 但并不是欧义门 我想很多人应该也不会选择欧义门 对吧 然后整体上的外观的线条 包括设计我们自己家人 包括我们工作室小伙伴 大家都褒奖非常高 特别是我们的摄像师傅 就是荣大师 他说这个车型是他见过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试过车里面 他就最好看的 他就很有小鹏P7的感觉 实际上这辆车给我的感觉 也是跟P7的四驱版本 是比较像的动态方面 当然我们可以把话放在这前头 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辆车的动态造型上面 这个车其实对于日常家用来说 你看那个悬挂形式 它并不是通过比较低的悬挂形成 来达成这么个姿势的 这辆车为什么会好看 你能看到吗 从侧面看 其实它的轮子行程有一拳 但是你看起来这辆车是非常像跑车 就是因为它上面的部分跟轮子的部分 它其实轮子占比是很高的 所以更加的俯冲一点 然后更加的低爬一点 这辆车其实我觉得更像轿跑 而不是传统的轿车 这是我的直观感受 这边有个logo 它们的LED的技术细节 大灯自动亮了 这个车的大灯部分 我觉得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试过的车里面 也算做比较优秀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轮胎 这轮胎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有提升空间的 MVH车长 但是胎照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这个轮胎 如果我自己的话 应该后期会换掉 那我们也不多说吧 在外面说也没什么意义 我们上车去给大家跑一圈 我们的港队 昨天我们已经四名山一圈跑下来了 这车型对于这些大的弯道 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我觉得这辆车 以它的动力水平来说 跑四名山 跑贴马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车的原始的硬件底子 还是比我意料之外的好 应该这么说 然后也是在智能进入的 OK 我们走吧 翻转屏 这个还是蛮有仪式感的 我把那个舒适进入关掉了 这个车型有一个问题是 你如果开了舒适进入以后 它的座位会往后退 但是其实它的后排空间 它把大量空间给后备箱了 所以后排空间 如果这个座位再往后退的话 其实这个座位会相对说比较小一点 那我是认为 我不用退后 你这样我就挺好的 这样空间我也够了 OK 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上山 OK进入车内 我想分享的是这块屏幕 那整体上这块屏幕 我觉得愧对于8155芯片 我可以直接说 我试过的8155芯片的车机 我觉得比它要好 它是我试过的8155车机里面 算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差的 那第一个是反应的速度 然后第二个是它有一些软件 你可能日常感受没那么强 但是它会有一定的延迟 你知道吗 它就是会有一丁的延迟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它有一些的那个包括智能语音的部分 我觉得都有进步空间 这个车机 确实我觉得在整个行业里面都不算做特别优秀 而且相对来说逻辑是比较混乱的 只有这边的侧连我觉得做的不错 有温度 有导航 有歌曲 这个没问题 你看到吗 它这个 它是有一定的延迟的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车型可能是我们没有登录的原因 很多软件不能用 这个是一个 接下来来说一下它这个车型的320环影 这320环影比较有意思在于 它如果说你没有那个驾驶的话 它透明底盘是显示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正具体的原因 然后这个车的雷达呢 我个人觉得过于敏感了一点 对于很多车型来说 它的雷达是比较敏感的 你可能车离得你比较远 它也能感受到 差不多比正常的 我觉得多了50%的探测距离吧 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这种敏感的探测头 然后如果说你不开 它透明底盘是不会显示的 给大家看一下 你再开 它能显示你透明底盘 我不知道它因为摄像头是在什么位置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开透明底盘 这个轮子会随你的转向而改变 它是没有这方面的动效的 是没有的 这个我也觉得它们是应该提升的 实际我们先开出去 开出去 首先我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型我觉得应该夸的地方 这个车型的动态方面 我觉得设计方面 这点是比较好的 它的车辆设置的选项非常的多 包括这些我们就不说了 迎宾博士我已经关掉了 然后翻转迎宾 你只是翻转转的 这个屏幕会自己翻 花里胡说 但是很好 接下来聊一下那个驾驶部分 它的驾驶部分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在于 它每个模式都可以自己选择 就是说能量回收的力度 甚至可以全关闭 这之前我也说过 转按助力的这个调节 也是比较敏感的 我觉得舒适标准运动 你总能找到一个 自己比较喜欢的 包括舒适停车 包括车身稳定 我都觉得做的不错 能量回收也是 这个车型我能量回收 我开中我就很舒服 驾驶模式 我们毕竟是要跑动态 所以我们开始运动 还有个战动模式 战动模式 还会翻转那个屏幕 然后电动尾一 我们选择是自动开启 OK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设置就是 运动模式 能量回收中 转向助力运动 OK 这车型的转向助力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OK 我们跑这段路 是我们御用的 星巴咸道的测试路线 我们跑动态 都是跑这条路的 所有车型都一样 以前这边很漂亮 但现在这边在修水坝 没有办法 我们跑还是跑这段 这段路的好处都在于 它没有什么人 然后日常情况下来讲 这个路 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我大概开了几百次 那跑来这些 我们就直接来聊一下 这辆车的动态表现 那我们虽然今天是刚刚拍 但是我其实对这个车 已经非常了解了 哇 哇 一辆车拉了三个人 结果后面两个还没大头盔 就这辆车 基本上是你现在能买到的 二十软以下的 最强动力车型之一 这车型 我现在开的版本 有四百千瓦 如果说你对四百千瓦 没有什么概念 它基本上就是 可能你开过的车里面 马力最大的 有五百多匹 这车的动力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远远的溢出的 非常非常猛 这车型在这条山路上面 基本上不可能满油 然后我们昨天跑四名山的时候 其实有过一段时间的满油 我觉得对于四名山来说 它的动力都是溢出的 非常非常猛 而且这个车型 整体上在机械驾驶的时候 它的动态的稳定性也很好 比我想的要好很多 这辆车 你在左右激烈变道的时候 你其实你能感受到 它是台四驱车 你是能够感知到的 这四驱车跟前驱车或后驱车 还是有蛮大区别的 我这里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四驱车 其实它的临界点是很低的 如果说你四驱车发生了临界点 就好比我们如果前驱车 如果你发现你在车在推头的话 你就一直推就好了 你就可以推推推推 你就过这个弯了 然后后驱车你只要管好你的屁股就行 你不要让你的屁股超过你的车头 对吧 不要这样子 然后带一点点小甩尾 其实你也能过得满开 但四驱车因为它的极限很高 它四个轮子都有动力 当然四驱车你也普通人可以开得更快 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四驱就是更安全 确实是这样子 更安全 更有抓地力 然后加速更快 更容易控制的车 但是如果说四驱车一旦 比如说你失去抓地力了 或者说突破了那个临界值 就很容易出事 你基本上救不回来 这是希望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不太建议你如果是新手的话 去尝试推出 比如说像1007这样的车的极限 因为基本上它推出了临界值 你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这个车型我到现在为止 我应该就一次想了一点点胎吧 所以我并没有示出它的多大极限 包括像我自己的极客001 其实我也没有推出过极限 这辆车型我觉得 本质上在没有推出极限的时候 它已经表现得让我非常满意了 当然我觉得 如果说你对这个车的动态 没有太多的概念的话 我觉得它的动态是 比小鹏P7i的四驱版本的动态 稍差一点 我觉得这个差主要是来自于轮胎 这轮胎在跑的时候 你还是会担心它没有抓地力 或者说它胎造会影响你的驾驶 这车在职业驾驶的时候 它胎造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车的NVH 其实还有进步空间 这个车型的NVH 在这个级别内 我觉得如果很想对比的话 对于我知道的话 它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用个夹胶玻璃 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 主要是我觉得胎造问题 这个轮胎胎造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大的 特别在跑一些烂路的时候 但整体上这个车型的轮胎抓地力 是超过我的预期的 至少在我认为 它没有抓地力的时候 它今天还有抓地力 这个没有问题 只是胎造有点大 车型在很多地方 你只要稍稍踩一下油门 它就立马破了 你的临界值了 而且我相信我开这台车 应该跑四名山 我觉得 反而比我开86肯定快多了 但马力还是王宝 马力真的是王宝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车型的油门 这车型的油门 我觉得跟一般的车型 还不太一样 哪怕我们现在是在运动党 它的扭矩来的 也是比一般的运动党的车 稍微来说晚一点 它不是一踩下去就给你 完全大的扭矩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踩下去一点点 它只给你一点点的扭矩 然后你再踩进去三分之一 哇 完全扭力释放 你那个推背感 一下子就来了 它有一点点照顾 普通消费者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像有些车型 就是四驱的高性能板 你可能踩一点点 就是巨大的扭矩 因为它知道你在运动党嘛 你肯定想要立拔山河 立马就来的 它有一点点的收 我是这么认为 你可以去暂时 你感受一下 这辆车应该四驱版的 试驾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你还是能感受到的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设计 没有那么的突兀 昨天我朋友试的时候 还觉得 这还挺好的 因为之前试了YP 所以我觉得太危险了 YP的那个动机就很直接 啪一下就出来了 背后直接串了你一脚 这是它的店门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刹车 这刹车 我要分几点来讲 第一个是 这个刹车在城市里面 你说够不够用 我觉得够用 但是觉得说不上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刹车 我觉得确实是有进步空间的 如果我自己玩这个车 我会觉得把它刹车改掉 我是认为这个车型 适合一个更好的刹车 因为它本身的运动底子 做得很好 我觉得动态方面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 应该是没有对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希望它是一个 强有力的刹车 线性的 可控的 这车型如果说 换一套AP的刹车 我觉得我好看 对吧 就是我自己 本86以前改的那套 我觉得换个AP的5040 我觉得会很棒 就是我觉得咬个力还差一点 对于这么猛的动力来说 我觉得是溢出的 这车型的刹车 是跟它强大的动力 有点不匹配的 它有点类似于那种 以前的JDM 跟马力 出钩Z发动机给你打到500匹 但是它的刹车 还是原来那一套 就这个车型 我觉得还是可以玩的 我觉得你自己换一套 刹车 这个车 可以直接下三道 没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的 纯驾驶感受方面的感知 就是这个车型 其实是相对来说 偏向于驾驶者的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它的整体的驾驶员的坐姿 比很多车型其实是要低的 它整体的车身高度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开起来 包括你坐下来踩那个油门的时候 你会明显发现 你的脚是比较倾斜的能理解吗 不是这样子 而是这样子 请问您切换去战斗模式 然后我们如果说切掉战斗模式 这车型还是蛮有感觉的 特别是它战斗模式 有一个素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在你给扭曲的时候 它有点像那个传统的仪表一样 会把有一条算数表一样的弹起来 哇 这还是很爽的 不要那个音效啊 它那个本身那个电机声音 就挺好听的 它有电机那个消叫 这个车型还是我觉得非常适合自己拿来玩玩 这车型如果说我自己买 我一定买16万这个版本啊 我觉得这个车型的这个动力水平 包括它的整体的动态水平 我觉得太适合自己买来玩了 这车型我觉得整体上我开下来 如果满分十分 我觉得它动态水平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给个八分啊 就它价格来说可以再加一分 我觉得可以给九分 我觉得唯一可以跟大家竞争的 可能就是明觉4EV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车比明觉4EV更值啊 值得多 因为价格其实差不多的 这个车型不只是有动态 明觉4EV其实还在用斑马系统啊 这个制造8155啊 包括它有很多其他配置给到你 这车型是兼顾家用的情况下 你可以享受一下那种驾驶的快乐 而且我觉得这个翻转屏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 我反正刚才接触这四五天 我觉得这翻转屏还蛮帅的 你每一次开车都很有仪式感 它会自动给你翻下来 有没有用没关系 就是好看就完事了 我觉得就是玩具嘛 然后我们上一次在这条三路上 开大马力的四驱车型 还是1T5T啊 我觉得这个车型 跑这段三路不会比1T5T慢的 甚至可能更快 我挺认真的 1T5T要30呢 这个车型只要16 它可能两辆车的动态水平 我觉得差不多 这车型如果说换一套好胎 我觉得可能比1T5T更凶 我挺认真的 这车型如果换一套高性能胎 我觉得这是可以直接下赛道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避震啊 这个避震我要说一下 这个避震是少有的 家用比较舒服的运动型的车里面 的一套避震 我觉得整体做的做不错 而且整体上 你无论从四驱代步 还是说我们小的这样子批弯 我都觉得这套避震完全够用了 但这套避震 我觉得如果说你拿来玩的话 这避震还有进步空间 我觉得它行程太长了 比如说我们过S1 我们需要翻身做动作 就是我们需要做个蛇皮走位 它就是车会来回晃一下 我觉得稍微有点多了 车身姿态控制的 没有那么的漂亮 这个车型 如果说避震再换一套脚牙 或者说我觉得 那个K值高一点的弹簧 就是硬一点的弹簧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舒服 我开的更爽 这车型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了 我觉得车身的一体性也很好 屁股也一点都不累赘 你感觉这个整个车身是在一起 就是纯电车的那个好处 这个车型是新架构的嘛 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车型的底子是好的 这车型我觉得在三道里面 远远比很多传统意义上的性能车要来快了 我挺认真的 就是我很难想象说 国内已经16万能坐到这个程度了 就我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真的太牛了 当然我也没有开很激烈 毕竟在三间小道里面还要注意安全 然后这个车型的指向性 我觉得也很不错 这车型基本上我觉得指向性 在这个级别里面已经算非常优秀了 基本上你说直哪打哪说不上 但是绝对是可以按照你的规划路径走的 特别是我开了三天以后 我觉得这车型的指向性我是已经非常熟悉了 而且马上可以进入状态 你是基本上可以非常精准的按照你的路径走的 比如说我要接这个黄线走 它基本上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控制你自己的车头走向 而且你的屁股也不会说走不了 不会 还挺棒的 对于一台以性价比著称的这么一台车来说 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 因为本身也不是奔着我这么玩去的 对吧 这本身是个家用车 而且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它这套前麦夫逊 我觉得已经调交的非常非常厉害了 比很多有些耗尘双叉臂的家用车其实厉害 所以大家悬挂这种东西 它不能只看形式 还是要看实车的 车是一个综合性的产物 包括这套车机是8155的 那8155做的好跟做的烂机 差距蛮大的 这车型我觉得真的属于冷门好车 没毛病 现在这大哥我也非常满意 这车型应该是今年 我觉得最大黑马之一吧 今年开年到现在 除了A07以外 它应该是最大黑马 我非常满意 至少让我开的非常爽 我提前小建议 就是这个车型 它在右边音响的位置 你作为经常开车的人应该知道 像我们在做直接驾驶的时候 其实我是需要旁边是有支撑的 这一点86很好 86这个位置是有一块软的皮革的 但它旁边是那种硬的塑料 你知道它那个音响 所以它这个顶着有点时间长了 你有点累 可能还是因为我开太激烈了 还有进步空间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音响 这个车的音响 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实际录一下 现在回去就录 但是这套音响 耗尘有20喇叭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网上也有人在吹 但是我实际感受来说 我觉得跟SL03的索尼 并没有拉开很大差距 没有账面数据那么大 对于它价格来说 我觉得像做得不错了 满分十分 对于它价格来说 我觉得打个八分没问题 中等水平以上 但是绝对不应该把它神化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好 实话实说 你如果试试 这个级别好的 比如说丹拿 汉的单拿 比如说PCI的单拿 你就知道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有感知的差距的 这点我非常认真 而且我觉得像林跑星的C10的那条音响系统也做得很好 达可以实际感受一下嘛 对吧 我们直接录原声给大家 OK OK 作为最后的总结 这车型的烂路上面的体验呢 我觉得就比好路要差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车型的底盘有点低啊 所以你过一些烂路的时候 其实你会在意啊 我们特地走的段烂路 就是来感受它的避震 其实避震还蛮舒服的 并没有说硬邦邦啊 这过不了啊 我刚才那些如果也能做到 它可能过这种烂路就很难受了 所以肯定是一个鱼和熊掌的问题 但从家用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车已经非常满意了 然后节目最后我想说的也是 感谢避震给我们这次机会啊 就是非常感谢 他们对内容没有限制 直接帮我们借了车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除了自己买车以外 能借到这么热门的车 或者是才刚上市的车 其实不太可能 这也是B站 这是我们创作者吧 我非常感谢 这也不是B站要求啊 是我们自己觉得 真的挺不容易的 OK 我是星巴 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 喜欢大家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节目 有特别大的帮助 希望我们节目 能够帮助到你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